大家好,我们熟知的民运柳秀王丹在推特上公布他已经确诊了武汉肺炎,武汉肺炎这个词是王丹说的,他说他的症状轻微目前已经确诊了12天了,而且要在今天晚上10点直播他的康复过程和感想。 首先,王丹是否确诊不一定是真的,这个人一贯撒谎成性。 而且这些年,王丹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流量,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了,他的民主大业搞了30年了,也没搞成,而且这个人四处骗钱,人品也不好,很多人并不太理他,所以他很像董王要用新冠大的热点等等,给自己刷一波流量,刷一波存在感。 譬如董王又说他的儿子也确诊了,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来,马上就好了等等,非常的搞笑。 而且新冠大多数的病例,你才12天能看出什么来? 对吧,不管是我们大陆啊,港台啊,还是其他的国家啊,现在隔离就要14天,对吧,隔离之后啊,回家还有自主隔离7天,这就21天啊,这仅仅是隔离期间。 很多隔离之后,对吧,病情更加的严重啊,有的进了医院,有的如何如何,最终进了SAO啊,还有很多去世了等等啊,需要的时间啊,都是20天,甚至更长。 所以你刚刚12天就说自己战胜了新冠,言之过早啊,言之过早啊,所以还是那句话啊,要么他根本就没有确诊,是来蹭热点的,来刷存在感的,要么呀,现在说战胜了呀,太早了啊,而且王丹啊,还发了一个, 推特啊,说了他新年的五个愿望,简单读三个愿望,第一,就是为他的母亲出一本散文集,第二是为自己出一本书,第三是一年应回一次台湾,哎呀,前两个愿望要卖书啊,对吧,一年回一次台湾,这要骗台湾一些钱啊,事实上王丹呢,也没少骗台湾的钱,这个留到后面再说啊,而且我看王丹也又要分享自己的,这个治病的过程啊,又要如何战胜新冠呢,不知道他是不是 要卖一些东西啊,甚至说,要骗一波捐款呢,这种事情王丹也没少做啊,在一五年还是一四年的,就说过自己得了脑瘤,得了脑瘤吧,又要去台湾用健保治病啊,但事实上他也去不了台湾,台湾的陆委会等等,还认真的商讨了一番啊,最终觉得他来不了的,啊,既然来不了,对吧,自己还说呀,美国这个医药费多贵呀,抽一次血,画一次验多贵呀,等等啊, 要求台湾给捐捐款嘛,啊,台湾的这帮韭菜,或者脑残粉,给捐捐款,所以啊,这一次啊,没准王丹啊,又要这么干了啊,或者呀,对吧,带货卖点特效药啊,也说不准,呃,这个事情啊,我就不想多说了啊,对吧,呃,总之吧,对我们来说,是一个快乐的消息, 他真确诊了,日后转为重症,或者死亡的,可能是非常大的,就像河山硕呀,直接民主啊,还有其他的一些独龙欲,确诊了,并且死亡了,对我们来说,都不是一个坏消息,甚至说呀,是一个好消息,海外少了很多的骗子,少了很多这些作妖人,第二个,就算没确诊,对吧,这就是一个骗局啊,更能揭露他们,更能让他们现身说法,用自己来证明, 自己一贯的无耻啊,一贯的荒诞吧,等等,呃,而且这个新怪也挺有意思啊,挺会挑人的,不管是河山硕,直爹民主啊,还是现在这个王丹,也挺会挑人的啊,而且看王丹的推特呀,也表现出了很多呀,这个,武汉肺炎呀,中共病毒啊,我能战胜啊,大家能战胜啊,等等,这种反制的情绪啊,无视病毒等等, 也是导致今天欧欧美疫情泛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,当时武汉封城的时候,你看美国知不知道,又是车大使馆,又是搞了很多的动作, 那个时候美国才几百个病例,你好好控制,能不能控制住,能啊,也是这帮人呐,哎呀,又是没有事啊,又是小感冒啊, 又是这个美国的医疗好啊,等等啊,把美国都忽悠全了,可是忽悠全了美国啊,最终也把自己忽悠了啊, 那么简单说一下啊,王丹啊,王丹这个人啊,其实黑调挺多的啊,首先读一下, 曹长青啊,就是王丹的战友,这个内部撕逼吧,的一些东西啊,曹长青在2015年写过一个叫五错俱全的王丹, 说一下其中的几个错吧,第一个就是卖偶求荣,曹长青指出啊, 中国之春,中国之春也是海外的一个民运杂志啊,1991年就发表文章, 说中共对王丹的整个审理过程出奇的平淡,好像一切都是预料之中, 一切都在预谋之中,退庭前王丹苦笑了一下,轻声对审判员和公诉人说, 我在庭上表演的如何,对方默默的点了下头, 这可是相当令人中眉头的一幕啊, 2014年6月,为民运王军涛辩护的律师张思枝出了一本新书叫做《行者思枝》, 里面没有点名的批评了王丹,张思枝说, 有位学院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, 他查阅建宗,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院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么东西, 没料到,其中有份证词一副奴言,声称害人听闻, 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,我在指挥部的一切行为, 都受王军涛指挥,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, 张思枝对此很不理解,他认为坐了牢, 顶不住交代问题,是可以的,他是可以理解的, 但是你不能拉别人垫背, 更清楚有害的人,那是背叛, 何况你这是恶毒公鸡,自命领袖,同名学界, 怎么会受人教唆呢,什么叫做教唆犯呢, 官方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吗,等等啊, 这个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反正很生气, 你凭什么说受王军涛教唆呀, 在广场上,你是最辉煌的, 当时从职位上来讲,你也是最大的, 你怎么能受别人教唆呢, 王军涛算是个领袖,那也是个小咖, 你是大咖呀,小咖怎么叫做大咖呀, 对吧,通过张思枝的这个证词, 还有北京之春的这一个文章啊, 虽然张思枝或者北京之春等等, 这些民运的人士和杂志啊, 很多都很荒唐,很胡扯啊, 但是他们很多内部的,对吧, 这个撕扯的时候啊,需要互相对峙的, 反而能显现出很多的事实啊,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呢, 就是在1992年, 跟王军涛一起背叛13年的陈子明, 就在香港出版了陈子明, 重新十年改革, 里面明确的就说啊, 王丹在狱中对六四战友的不识指控, 他说王丹为500人做了几十万字的证言, 他对于我造成的三个证言, 恰恰是记忆有误的, 大量事实证明, 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, 关系到有关证人的明节, 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, 让他自己来袭刷, 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, 香港当代月刊92年出版的这本书啊, 分别, 上述内容分别在429页, 431页和495页, 在广场上远没有王丹那么风云人物的王金涛, 陈子明都被判了13年, 而王丹只判了4年, 这和王丹啊, 坦白从宽, 甚至把一些罪名抛给了别人, 一定是有关系的, 对吧, 而且他还说了啊, 在这个中共的监狱里啊, 如果你认真的检讨, 认真的反省, 对吧, 甚至说供出更多的人啊, 就是可以减轻罪名的, 而王丹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, 这也说明啊, 王丹对吧, 卖有穷柔, 背叛战友啊, 没有任何的杰草可言, 呃, 曹长青说的第二点呢, 就是贪腐庸俗的公子哥, 他举了2003年8月11日, 台湾联合报, 呃, 报道王丹啊, 标题是, 小资气氛上身, 时尚王丹曝光, 逛街赶时髦, 名牌一狼夸, 该文, 以略带赞美和歌颂的比较说, 六四十的王丹很容易, 如今他已经做了近视手术, 免去了戴眼镜之苦, 短发又穆斯拉利, 身穿A盖X上衣, 八分裤, 脚踏NewBALNCE球鞋, 脖子上有银色星状亮, 手腕上是银镯子, 现在王丹用的东西都有名号, 在美国开的是CORONA房车, 瑞士戴的是DX, ARALS手表, 唱歌去乐迪, 喝咖啡去PETS, 在加州健身房, 时尚信息来自曼子JOURNAL, 还有GO这些杂志, 他说自己非常的小资, 王丹还透露, 喜欢亚曼尼, 法语连接, 香蕉共和国等这些牌子, 打扮得非常年轻, 他在美国平常晚上, 经常去跳舞, 而且很敢穿, 也会穿些漏点的洞洞装, 甚至嘲笑美国总统小布什, 穿得很烂, 王丹喜欢出入酒吧, 是民运里最潇洒的, 可问题来了, 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, 台湾国务机要费, 会给他20万美元每年, 王丹说支持国内的民运人士了, 20万美元, 就是120万人民币, 如果支持国内民运人士, 一人一万也得有120人, 总不能, 一个人的名也拿不出来吧, 你支援了国内的人士了, 那你支援谁了呀, 120万呢, 那个钱很多啊, 这是90年代的事啊, 我知道这个事情, 但是王丹却没有给出任何一个人名, 而且他曾经呢, 给国内民运人士转款的网友才说, 2004年, 王丹提过有一笔钱, 是捐给国内的, 但是后来没有任何的消息, 曾经在2001年, 参加于由天安门一带建立的, 中国青年保险奖的唐博侨说, 王丹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, 但是一笔烂账, 王丹拒绝做任何的交代, 最终导致天安门一带的组织解散, 基金会被王丹拿走, 他仍以此名义对外活动, 接受捐款, 以赴你奈我何的姿态,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, 风通德最近也说, 他曾跟王丹等建立协助国内, 难署的互助基金, 后来发现美台港三地的很多捐款, 都进了王丹的私人账号, 王丹拒绝查账, 而且不承认互助基金领导人的改选结果, 风通德说, 王丹怕的是他私立账号里的资金被外人知晓, 其实上诉这几笔笔都还是小钱, 那么大家也知道, 资助个人的捐款是很有限的, 对外募集资金需要有组织, 有基金会, 大约在1996到1997年期间, 我们就可以知道, 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办的一个基金会, 已经捐款到100万美金, 而王丹在过去这些年来, 至少有过过度可募捐的民运组织的主席, 社长头投衔, 被媒体正式报道过, 除了台湾的机要费20万美金到他个人手上之外, 王丹任社长的北京之春, 任主席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等等, 前后都得到了美国和台湾政府的固定资助, 王丹目前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华人民主书院, 每年都在台湾举办募款参会, 2012年那一次, 民进党总统获选人蔡英文,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, 前主席游锡坤等, 都又应邀出席了参会, 前总统李登辉还幸存一副墨报, 亦卖了70万, 捐给了王丹, 该书院还在香港, 王丹还曾经对媒体表示, 他的募款机构遍布欧美港各地,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钱在哪里, 尤其是说一下香港, 香港每年的六四维员, 都要搞一次大的烛光晚会, 纪念所谓的六四广场的受难同胞, 而且进行大量的捐款, 香港主要是李卓人, 泛民的李卓人, 组织的, 其实除了香港的泛民, 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者是王丹, 尤其是前几次的维员聚会等等, 王丹都是要去的, 李卓人, 其实在六四的时候, 也深入内地, 除了李卓人, 还有一个叫曾建勋的, 曾建勋是香港影视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, 李卓人当时也带着西方, 也包括香港各界的一些捐款, 一共一千万港币, 八九年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呀, 来协助很多民运人士逃往香港, 然后后来往欧美逃等等, 这些钱当然不是李卓人的了, 所以这一方面说明李卓人, 受幕后有知识, 二一个做这些事情的本身也是一个产业链, 后来李卓人和王丹, 在香港为援的幕寺六四, 六四珠光纪念晚会, 每一年都有几百万港币的捐款, 这些钱呀, 说是要纪念广场的这些人, 或者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等等, 但是不管是流落在美国的,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当年的六四人士, 基本表示没有接到这个钱, 这个钱基本上都落入了李卓人王丹等, 个别组织者的口袋当中, 后国内的他们声称的有一些, 死亡的这些人的家属等等,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抚学金呀, 那问题就来了呀, 你这个捐款捐给六四的这些战友, 或者中国的民主事业等等, 可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见到这笔钱, 这笔钱在哪里呀, 无非还是利用六四这个旗号, 行的一些诈骗啊, 还有诈捐的事情, 所以王丹为民主运动募集资金, 当然可以理直气壮, 但问题是他的各种组织, 基金会到底捐了多少钱, 都用在了哪里, 都干了些什么事情, 有多少变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头, 对吧, 还有他每天出入酒吧的欢乐, 文章还提了很多啊, 比如王丹呀, 喜欢作秀, 比如太阳花呀, 对吧, 不管是这个欧美的呀, 还有港台呀等等, 但凡有什么事件都出来表表态, 尤其是华人圈的, 还去站台, 把自己对吧, 设置了一些头钱啊, 自己这个六四, 或者民运的领袖自居一堆的头钱, 有什么事啊, 都把这些事情和六四挂上, 然后四处站台, 比如太阳花对吧, 也去啊, 给林芬芬站台, 对吧, 支持这个民主事业等等, 这本质上呢, 就是一种作秀, 而且立场摇摆不定, 比如很多人问他, 他当年受了阿扁的机要费, 阿扁是搞台图的, 那你支持台图吗, 对吧, 他对这个事情啊, 模糊不定, 后来啊, 又得到了马英九的接见, 也说了马英九支持他民主的钱, 对吧, 那更多人质疑他, 这个阿扁和马英九啊, 对吧, 这个台湾的蓝绿在立场上也是不一样的, 那你到底是如何呀, 他无非就搞出了一些, 我不太问这些立场的事情, 那你不问这个立场的事情, 可是你天天搞这些民运, 天天搞的就是立场的事情, 你怎么能不问立场的事情呢, 也包括林飞帆, 对吧, 也有很多人质疑他, 林飞帆也是搞台图的呀, 为了中国的民主, 你能分裂中国的国土吧, 对吧, 哎呀, 要么含糊过去, 要么就其实不太在乎这些事情, 那他为什么不在乎呢, 还是靠这些事情啊, 在诈骗啊, 而且诈骗的背后, 对吧, 说谎成性, 一个说前面说过的假脑楼事件, 之前啊, 王丹还搞过假诺贝尔提名事件, 等等, 无非就是打扮自己, 要么卖惨, 要么呀, 就是拔告自己, 说是, 对吧, 要有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了, 等等, 背后啊, 谎言是非常多的啊, 所以又回到王丹最近的新推了, 对吧, 为什么要一年回一次台湾, 你看看台湾的钱多好骗呢, 又是阿扁时期的经济药费啊, 又是马英九的赞助啊, 蔡英文, 苏贞昌, 游锡坤都赞助过呀, 李登辉还给他一卖自己的收藏品, 对吧, 支持太阳花等等, 也收到了一些好处费, 他的站台都是白站的啊, 还有六字为原, 没要那么多的捐款啊, 哪一笔钱啊, 都不能放手啊, 虽然现在流量不大了吧, 但是头衔还在呢, 而且被打扮成了一个符号, 譬如前两天蓬佩奥,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, 要开启新冷战, 远方的朋友啊, 就是两个, 一个是维京生嘛, 一个就是王丹嘛, 其实通过蓬佩奥啊, 还有港台这些啊, 还把王丹当做一个六字符号给供起来, 也听可笑啊, 说明这些人啊, 也不与时寂静了, 还活在30年前的, 用30年前的思维和方法, 来对吧, 来对抗今天的中国, 那是没有用的呀, 而且王丹啊, 本身上也就是要落伍要淘汰的一个人了啊, 所以最近又通过这个假新冠, 对吧, 就哪怕他真的是新冠确诊了, 其实我觉得也是假的, 因为什么, 就算哪怕你真的是呈阳性了, 但是你后面搞的这些事情也都是假的呀, 最假的就是才12天, 你怎么就说治好了, 怎么就要和别人分享治好了呀, 怎么分享啊, 分享的背后呢, 有很多的龌龊的事情在这里啊, 而且啊, 前两年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, 王丹离开了台湾, 台湾给他的很多经费断了, 王丹很生气啊, 他说台湾要台独, 你至少要死, 对吧, 几百万人, 他拿这个东地问独立做例子, 要说东地问死了三分之一, 台湾两千多万人, 也得死三分之一啊, 说完这个话拍拍屁股走了啊, 台湾不管蓝的绿的, 对他一动痛嘛, 说你这这么多年了, 住在台湾, 花在台湾, 吃在台湾, 对吧, 稍微台湾不顺你的心了啊, 你就恶心台湾呢, 我们过去对吧, 给你那么多的资助, 那算什么呀, 而且你在台湾啊, 骗屎骗河这么多年, 你什么也没干成, 难道我们一直资助你吗, 而且资助你三十年了, 还不够吗, 对吧, 你通过这一点啊, 也得看得出来, 这就是个骗子, 而且蓝绿为什么都在骂啊, 因为他骗蓝又骗绿啊, 能够两头通知, 这个骗数也挺高明啊, 对吧, 也挺高明啊, 尤其是, 对吧, 这个当时曹川青啊, 在正经看民事里, 对他一通骂啊, 正经看民事里的, 尤其是这个主持人彭文正啊, 毕竟是个深绿的啊, 是台独的, 铁杆台独派啊, 等等, 对, 对他骂的更狠啊, 通过彭文正的这些骂, 也能够看出来, 其实王丹啊, 呃, 在讲民主啊, 搞民运的同时, 也向绿营承诺过, 对吧, 民主之后, 让你们独立, 那就是说明什么呀, 说明所谓的民主啊,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意, 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, 对吧, 如果真的为了中国好, 或者你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同, 但是你怎么能够允许分裂土地呢, 呃, 除了这些事情啊, 王丹还有一些道德非常败坏的事情啊, 博讯网, 焦点新闻网曾经报道, 王丹猥亵南同案, 浮出水面, 就说王丹啊, 和全能神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密切, 对吧, 而且王丹, 呃, 喜欢搞鸡啊, 对吧, 最开始啊, 和沃尔开西之间有一些乱糟的事, 这里不说了, 而且在台湾, 包括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啊, 也没有女朋友, 而且喜欢上一些gay吧等等, 当然他说这个LGBT的权利等等, 打了这个旗号吧, 呃,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了, 喜欢这个男童啊, 而且还和邪教挂上了, 和全能神联系密切, 呃, 他一直呢, 骗几个男童说, 信奉全能神, 就可以保平安, 享生活, 不烦恼, 只要听教主的话, 就可以上天堂啊, 就可以拥有一切等等, 呃, 但这个教主啊, 对吧, 显然也没在台湾啊, 王丹打着教主的旗号, 也是利用这个邪教, 给这几个男童洗脑啊, 对吧, 教他们做法啊, 和他们做法双修等等, 也有很多的龌龊事啊, 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, 台湾不管蓝的绿的吧, 天天养的这种, 呵呵, 撒谎成性啊, 喜欢作秀又虚伪, 对吧, 又喜欢违法啊, 违先男童啊, 而且四处诈骗的这么一个人, 想通过他达到你们的某些目的, 自然是不会成的, 也不可能的, 甚至说呀, 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, 还是那句话, 妻身正, 不留而行, 妻身不正, 虽另不行啊, 对吧, 如果用的是一些歪的人呢, 那你做的事情, 必然也是歪的, 必然啊, 也是没有什么正义感的, 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, 那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